济南是全国最堵的城市之一 之一可以去掉自信一点 最近济南地铁二号线终于开通了 它承载着梦想寄托着希望 它的意义是伟大的 影响是深远的 它宣告着济南的地铁终于进城了 还我一叫 之前济南尤且只有两条由郊区开往郊区的地铁 他们以绕开所有堵车地段 避开所有繁华区域而著称 两条地铁一东一西一左一右 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济南地铁二号线是济南第一条东西走向的地铁 创联起了之前的两条地铁线 组成了一个大写的H 以堵车闻名全国的大济南 终于迈入了地铁换乘时代 在地下就能进行东西互通 小哥哥小姐姐恋爱更有劲 得起小了 二号地铁新线路方便最多的是全城的大爷大妈 沿线有好几个农贸市场 那可是实大实的卖菜专协 济南的地铁上终于有了人气 更有了烟火气 坐上地铁去买菜 池上又魔幻想想都气派 所以用三条地铁线的济南 地铁里程达到了84公里 济南不容易呀 又要饱泉水又要修地铁 济南行不起了 济南支愣了 对了 那个青岛地铁现在里程是多少 246公里排山东第一 内地地铁是济南里程的三倍 那挺好 济清作为山东仅有的两个地铁城市 都是山东的骄傲 济南有潜水 青岛靠大海 曾几何时都是地铁困难户 现在都圆上了地铁梦 可喜可贺 地铁意向 黄金万两 一个城市它一带有的地铁 给人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 两位教授相信济南和青岛 以后肯定会 城市变得越来越时尚 道路变得越来越顺畅 人气变得越来越兴旺 房价变得越来越飞胀 哎 房价够高的了 房价就别涨了 为济南地铁喝一个吧 喝一个吧